我們從公路上來的地方 叫做咖哩寮 咖哩寮是人之旁 咖哩就是他們都叫排灣族 咖哩寮意思說有一個咖哩的公寮 就是我們進水源古道上面的部落 排灣族下山到水底寮跟房寮 做交易的時候 一天下來 那過一夜 然後明天再把這個 平地的東西 一大堆東西 背上去 所以這個是當時 這個我們悲難玩 在水底寮 被拿來取水底寮的膽子 但是排位 新豬白亞蝦膽說 做入罪在這裡 第幾個我不曉得 第幾個太太 所以那個交易戰 就是悲難族 悲難社的悲難王 有交易站在這裡 其他的排灣族 還有其他可能是包括 那個悲難族 他們下山交易的時候 這個 搬搬搬搬 都是過夜的地方 交易然後過夜的地方 明天就把東西運回去 這個上來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變成目的了 這個是我昨天有講的 幾個部落 施崩群跟莉莉泉這邊 幾個部落 差不多五六個 今天沒有時間了 這有一個共管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排灣族的移動 是分兩個方面 一個是由北而南的移動 經過的地方 就是中濟站 這裡本來是一個 卡路不王的一個大部落 現在變成日之時代 就已經變成廢子了 但是這個台北帝國大學的 那個系統手術那時候 特別寫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我翻譯的那本 那兩大本的書 卡路不王就是一直都是 在日之時代 非常尊重 所以沒有特別做為什麼用途 但是當然是 旧部落就是我們排灣族的 這個屋內障 室內障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然是 離開之後 旧部落 差不多是一個 變成一個目的 這個是一種 一種 一種 自然的變化 現在呢 戰後 就是變成了 完成一個公墓的狀態了 我以前是對於這個 有關單位提議 就是說 這公墓不要一直 有車 旁邊一點有車 這一定 就是保留一個地方 就是做一個紀念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設施 不要全部公墓佔用去 但是有關單位 對呀 以後我這個要對文化部提議 對林務局講沒用 因為這個是人家的保留地 變成保留地啊 林務局都沒有辦法插手 這很重要 就可不可以是排灣族南遷 東遷呢 就是現在我們的花東縱谷 那邊的這個排文族 塔瑪利西 金倫西 然後以南的 達迪克克 一直到我們恒村這邊 全部都是東籤的這個 這是南籤的道路 不但是南籤 他們的有跟那個 加禄棟 加禄棠 就是那個 加禄棟本來是排文族的部落 後來在被平定之後 被我們的漢人都進駐 所以他們也是到那邊去進出的 所以一定要通過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上去 可是這範圍有多大 這範圍就整個的一個 包括在上面 不是這條路而已 這一帶就是啦 反正部落都在這裡 但是現在都已經拿掉了 所以我也不曉得是 部落中心在哪 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點 連台灣族本身也不知道 我帶台灣族來給台灣族說明 漢人給台灣族說明 那這個事情太多了 我到阿美族的地方 我到布魯族的地方 給布魯族講 布魯族說 哎呦 又出了 很奇怪 外地人比較清楚 裡面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經過那個 原住民族的系統所屬研究之後 很多人才知道說 哦 我們的族會是屬於哪一個市值群 哪一個什麼狀況 什麼哪一個漁圈 我們的族部落在哪裡 就是因為看到我這邊的資料 才知道 隨隨隨的等說 我 萬不認住 我多減到花秋了 哈哈 謝謝 哈哈 還是賴呢 感谢观看